還要帶您來看到日前在台南發生了一起追撞車禍 那麼現場這名小貨車司機跟機車騎士發生擦撞 誇張的是車禍發生之後 這名司機呢 近自把機車給移開 卻是把傷患獨自留在路中央 隨後就肇事投意 如今這名受傷的女騎士是因為腦出血 還在加護病房 家屬相當不滿 質疑這司機呢 疑似無聊送瓦斯 就直接離開現場 因此大罵南博城送瓦斯比人命重要嗎 藍色小貨車從岔路開進主幹道 和一輛執行機車發生擦撞 騎士連人帶車摔在馬路鎮中央 貨車司機停下車查看 把機車遷到了路旁放置 但是卻沒有協助摔車的騎士脫困 直接把人留在路中央 便上了自己的車離開現場 還蠻荒謬的 感覺當日子有點心存小幸的心態 6號下午4點多 53歲的秋姓女子騎車經過台南六甲中正路 和56歲的陳姓男子駕駛的小貨車 發生碰撞 男子下車將事故機車從馬路上移開後 卻造勢逃逸 幸好有熱心的民眾報案 救人員趕到現場將人送醫 事後女子家人將事發監視器PO網表示 原來宋瓦斯比人命還重要 由於腦出血 目前媽媽還在加護病房 後來司機有去派出所 自首說媽媽追撞他 因為他還改著宋瓦斯 所以先離開現場 請問這還有天理嗎 假如沒有熱心民眾幫忙指揮交通 又來幾台車撞上去 後果不堪設想 司機為了趕時間 居然將傷患留在路中央 萬一其他車輛沒有注意到騎士 又撞了上去 恐怕將釀成更大的意外 不過詳細的造勢責任 還有在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得蘇一廷 楊瓦華 台南報導